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服务到班组的新的管理体制 减少了表报 会议和繁杂的办事手续 各级领导干部和管理人员做到了面向生产 材料员把原料送到工人手里 生产技术员走出大楼设计室向群众请教 从实践中总结出经验解决生产上的问题 车间主任和党支部书记已经做到了半天工作半天劳动 其中机车间主任苗守夜通过深入班组劳动 解决了工人思想上和生产上的许多问题 这个厂通过企业管理革命 生产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全厂已经减少了千余名职工 生产任务反比过去完成的好 今年头五个月的劳动生产率 比去年同期提高了38% 在青海黄水河畔 建成了一座农村水电站 这是目前青海较大的一座水电站 解放前 青海省没有一座水电站 现在已经建成了27座农村水电站 高庙水电站 高庙水电站发出的电力 将要供应附近11座电力抽水站 使黄水流域两岸 2万多亩农田得到灌溉 浙江省绍兴县文山公社上望大队 原来是个穷山村 山多田少 粮食产量很低 社员们以革命的精神 改变了山村的面貌 1958年 党支部书记王金勇 带领社员上山开荒 他们没向国家 要粮 要钱 要物资 只凭他们的双手 经过一年多的苦战 开出了500多亩茶栈 几年来 社员们精心管理 茶树生长很好 这个大队已经向国家出售了大批的干茶 集体的家业越来越大 1964年 我国科学工作者 在陕西省蓝田县 公王岭 发现了圆人头盖骨 上颌骨 和三颗牙齿化石 根据科学家的初步研究确定 圆人头盖骨 是属于世界上最早类型的 古人类化石 圆人头盖骨的发现 对研究人类的起源和进化等方面 具有重大意义 给人类体制学方面的研究 和整个人类发展历史 提供了很重要的材料 曾经在地球上生活过的恐龙 是世界上的最大动物 几年前 在四川省河川县太河镇 发现了恐龙化石 经过科学家鉴定 认为它距今有1亿4千万年左右 河川恐龙化石 身高约3米半 身长约22米 颈部特别长 有10米 恐龙化石 是研究生物演化 和古生物地层学的珍贵材料 学生物地层学室 阻振材料 入口5四川 回忍 莫子 反应 帅